逛浙江农村就是刘姥姥姓大观园遍地长见识 马斌说浙江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马斌 这些都不是什么网红风景小镇 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浙江大农村 或许浙江人反而散叫什么 我家住农村 逛浙江农村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遍地长见识 进村住别墅 出门坐地铁 人在家中坐 家在景区间 在别的省还在努力打造网红城市的时候 浙江的各个村庄已经在默默法理 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在城市里的男男女女还在努力奋斗一套房的时候 浙江的农民已经住进了自己的独栋别墅 早在2019年浙江农村的单栋楼房比例 就已经达到了89.4% 你甭管是光厕所就五六个的大宅子 还是什么西方宫廷风 只要你想找就没有看不见 这最酸的是 看到这些大别墅 浙江的朋友还可能轻飘飘来一句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房子了 如今的浙江农村大别墅 它不仅好 这审美还提高了 当初什么楼把市 中市混搭出的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名剧 已经无人问及 专业的设计师和建筑团队加入 让浙江农村仿佛开了个PS 它既满足了宜居生活 又尊重了乡村基地 还融合了历史文化 这当然了 大家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 想当初1980年 浙江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也就是12.6平方米 那环境呢 也和大家对农村的这个印象差不多 下雨天污水横流一定不堪 但它架不住浙江人会做生意啊 浙江地形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再搭配上这个大雨河 让浙江人早早地 就抛弃了传统的农耕模式 努力向外开拓商机 你看就像咱们之前所说过 这个中国快递之乡 铜炉的子虚村 那这样的村庄 在浙江并不少见 你看八十年代 苍南有个宜山 几千名推销人员 给宜山的纺织业 就带来了新的生机 这浙江人这个生意经啊 仿佛就是他们隐藏的DNA 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里面 有九十六席式浙山 已经连续二十二年居全国守卫 那钱有了 那还能缺房子吗 但钱多了 怎么样不把钱给花俗了 它也是种本事 在其他地方还在想要富先销路 想要富先种树的时候 浙江就已经推出了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 农房改造 公共基础建设 大大小小的工程 就在浙江一万多个村庄 就推行开来 那被说成是住进了无贯中化中的 这个富阳东子官村啊 就是浙江无数村庄中代表 原本呢 大多数村民 都住在年久失修的民房里面 那为了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 当地就请啊 专业人士 来这儿因地制宜 那么在村南建了46户 航派新民居 作为安置房 就被认为是最美的回间房 哎呦 寥寥几别 便是一整个江南 浙江藤头村 那之前民谣是怎么说的 田不平 路不平 摩产只有二百零 有女不嫁腾头村 但到了二十世纪末 就是二十年前左右吧 人家腾头村 歌谣就变成了田成方 哎 楼成行 绿树成荫 花果香 轻轻取水绕村庄 甚至还把自家建成了一个5A级的景区 截至2021年 浙江一共有二十八个村被纳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数量居全国首位 这房子啊 它是面子象征 它也是里子的一个证明 这买房置地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不变的一个梦想 所以如果您要来到这个富藏于民的浙江 可千万别小瞧身边任何一个人 那搞不好您身边做的就是一个福布斯上望的 而且人家的家就是你想都不敢想的 法尔才空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和我的节目 欢迎是点赞订阅打赏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